公时过长或是过于劳累而猝死的情形 最近连续有两个都是过劳死被判定的这个案子 继之前的这个工程师之后呢 还有另外一位我们去年年底呢 也有播到的这位保全员 在工作当中突然脑中风死亡了 家属怀疑保全公司啊 让他这个儿子每个月工作长达288个小时 才会最后造成儿子猝死 经过劳工局的三个月调查 确认他的确是因为过劳死亡 家属可以获得112万元的赔偿 两个月过世的时候才29岁 想到宝贝独生子才29岁 就因为超时工作猝死 担亲妈妈不禁比酸 我孩子的一条命都没有了 我家绝后了 因为我就只有张建国这一个孩子 我也没有其他的孩子 也没有女儿了 这就是在工作中突然脑中风死亡的保全员 他平均一个月工作288小时 比正常工作时间多出100小时 经过劳工局调约死者前半年的出勤 就一记录 确定他的确就是过劳死 一旦劳委会核准 家属可以获得5个月丧葬费 及40个月的死亡补偿 大约112万元 或许这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根据劳工局调查 日前又发现另一家保全公司 员工每个月工作时数 竟然多达400小时 有些人甚至多达520小时 保全员的心酸 当事人与家属感受最深 中天新闻阿公雅麦丁星雅 特别报道